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哥 老三啊 三哥被警察抓走了 什么 被警察抓走了 该死了 老三 整天这招那招 这回招进去了吧 二哥 怎么办 我去通知老大 你先走吧 好了 二哥 我替你修修俱俱俱 不用 大哥 不好啦 老三让警察抓去了 什么时候都下来了 这刚才啊 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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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阿姨 大哥 你别管蠢呐 你想招啊 你别管蠢呐 你想招啊 昨天要不是你 那范老三就跑了 给我们剪剪细节 没什么细节 我就是凑巧了 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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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里肯定美坏了吧 这么端着累不累啊 别把自己给憋出病了 没有 没有 卖小龙 我就问你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怎么每回有好事的时候都不叫着我 你太不够意思了吧 好 喂 梁芝 是 我马上就到 行了 赶紧去吧 梁芝肯定是要表扬的您 快去呀 快去呀 快去吧 走 可以了 报告 行了 梁芳 你找我 不是 白小龙 我什么时候让你参与抓捕了 你还有没有点组织机的性啊 我是不经意看了咱们的行动路线图 我发现郑美身后少了一道防线 我怕犯人从那儿跑了 我就补上了 就你能 就你眼前 你已看出来了 你以为别人没看出来吗 说吧 这事怎么处理 尖刀我都写好了 我没工夫看 你师傅的事怎么办 你说 你说你 昨天我让你留在警队干什么了 就让你反省你和你师傅的事 你个你呢 我 我知道错了 我目无尊长 这些 我都写在检讨里了 还得加上一条 无组织无纪律 听到没有 知道 总的来说昨天不错 可以将功补过 罪犯总算抓住了 你师傅那儿嘛 马上向他道歉去 听到没有 是 一会儿见你师傅啊 要好好跟他承认错误 知道了 喂 小龙 你们来了 爷爷 你们这是出去旅游啊 我带我妈出去散风心 我 是来给师傅道歉的 对了 小龙啊 回去一直后悔 说不应该跟师傅那么说话 小龙啊 你别这么说 是你师傅错了 是他辜负了你们母子俩 看你说什么呢 麦嫂你看啊 自从你来了我的店以后啊 这个店的生意就好多了 你才是我们家的贵人呢 真的 看你说的 你是小龙的师母 我们呢 就是一家人了 师母 师傅呢 他在屋里收拾行李呢 那 我去帮师傅 快去吧 再见啊 奶奶 阿姨啊 你身体还好吧 谢谢你买傻子 你怎么能照顾我啊 还可以现在啊 你气色好多了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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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呢 来了 来了 坐吧 我帮你们师傅 不用 你翻翻这儿 不用你帮 没事 反正你都找不着 有事啊 师傅 我那天跟您说的话 您别往心里去 我知道你是好心 可这家家都有本难免的经啊 是 你以后要是有困难 您就跟我说 我能帮上忙 我肯定忙 我肯定复汤蹈火 在所不辞 你什么时候学的这油腔滑调了 没有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我知道 师傅 您这哪算在这饭馆里干一辈子呢 小董啊 你师傅我也是个普通人 也是为人服为人子的一个男人 我也有七情六欲 我也有害怕和恐惧 你说我 对不起支对对不起同事 可是 可是我觉着我最对不起的 最对不起的是我妈 她一个人躺在这床上 这么多年 我不能让她老无所义啊 我不能死在她前头 我不能让她白把人送过黑吧 还有 我觉得 那就是对不起我的妻子 就正像你们说的 她是咱们全粤海最好的妻子和儿媳 你知了吗 在这之前她是史医院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护士长 她为了我 为了这个家 为了我那个瘫痪的妈 她辞掉了自己的工作 回到家开了这个饭馆 这都几十年了 她一个人操劳这个家照顾着我妈 她不容易 我记得我曾经跟她说过 我说 咱们俩真要有来生的话 你不要再嫁给我 你要嫁给我 太辛苦 太委屈 人生短暂呢 我不知道我自己还能活多久 但是 我不能再这么委屈她们 我不能让她们再辛苦 再操劳 我不能让她们再为我担惊受怕 我就想 给她一个平稳完整的家 那你说我错了吗 师父你没错 是我错了 算了 让我再好好想想 你拿着 你拿着 走吧 去吧 姓名 姓名 说话 你装什么算 还真把自己当哑巴了 别以为你不说话 我们就拿你没办法 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犯罪证据 想看看吗 现在不审了 把她带回去 可 小大队 站一方 为什么突然间就不审饭学财 我说不审就不审了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 你倒是给我个理由啊 我 你俩瞧瞧什么 瞧瞧 不是让你们一块提审犯学财吗 瞧瞧什么 良知 我刚问了犯学财一个问题 萧队就不让我审了 有你那么审犯人的吗 行了行了 别瞧瞧了 小龙 我让你跟萧大队一块提审犯学财 是让你好好跟萧大队学习学习 你看你 小龙 你师父不在队里 你就不服管教了 快给萧大队道歉 没错 孟小龙 你别以为你抓着了犯学财 你就了不起了 去 到那边房子好好反省反省 这小子 这小子 怎么回事 老肖 跟您前前分析的一样 这范学财 他就是个顽固分子 咱不能跟他来硬的 对不对 如果刚才不是我及时叫停的话 小龙 就钻进人家圈套了 我说嘛 你萧大队长 不至于小肚鸡肠到这个程度 还为过去那点事 跟一个毛孩子过不去 不过小远啊 我觉得啊 应该换个方式和他沟通 不必弄得这么僵 这麦小龙本质挺好 就是想当个好警察 不要对人家有成绩 我对他有成绩 我对他能有什么成绩 我只知道 如果培养一个好警察 那就必须让他知道 自身有什么毛病 免得他稍微有一点小小的成绩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不过 不过 我怕老三扛不住啊 都是老江湖 紧张什么 大哥 要不咱们搬别的地去吧 到外线重新开张 走当然容易 一个娘摊里出来的兄弟 就忍心把老三一个人扔在这儿 我 没事忙你们的 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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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你们的 钱花 小龙现在在什么位置 他今天跟公交阴警五了 你找他有事啊 你通知他 下午让他去趟医院 老郑跟他有话要说 您忘了 你不是让我去吗 我说了让你去吗 照我说的去做 让小龙去 政委不是住院休养了吗 您还给他判任务啊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我知道你这个当师姐的 别太宠着你这个师弟了 照我的话做啊 是 怎么样 前天的事弄的 那样的 您看这儿 行 抓紧啊 来 您忙了 快过来 来 伤筋动骨一百天 您啊 好好休息 等病好了再出院 没事 我这不是什么伤筋动骨 就是一般的扭伤 过几天就能出院了 那可不行 您可别学我师父啊 这病还没好的就磨着要出院 到时候再落着病根 我不会学你师父的 小龙啊 这次得感谢你啊 也不是你急着感到 饭学才 有可能就从我手里溜走了 我这么这样一世英明 可就毁一旦了 瞧你说的正好 这是我应该做的 说真的 我当时看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就觉得您那个房线少个人手 我这不就擅自做主意补上了吗 你们不批评我就挺好了 这件事啊 你是理工了 你现在是咱们支队英雄人物了 您可别给我扣高帽子了 在我心里 你们才是变异支队的英雄 小龙啊 饭学才交代了吗 别提了 怎么了 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说出来我听听 看我能不能帮什么 饭学才装哑巴 以为他不说话 我们就拿他没辙了 不信呢 败不开这个张嘴 小龙啊 你有这信心是好的 但审讯要讲究技巧 犯罪分子之所以不肯交代 他们是存有侥幸心理 以为我们手里没有证据 你拿个箱 来 这是我这段时间 用来取证的相机 幸好还没有摔坏 你仔细研究一下 看看能不能从这里 找到突破口 这可是中药中觉啊 郑文 我说良知为什么非让我鲜菜过来 就是为了这个 小龙啊 良知是真的关心你 他希望你早日成才 作为一名真正的警察 在办案过程中 不管遇到哪一个环节 都要做到析致缜密 不能让犯罪分子侥幸到夺 我明白了 郑文 昨天啊 你师父来看我了 我师父回来了 郑文 我接个电话吧 小兵 什么事 我叫你龙少 我求求你 你快点吧 这次我一个人真的招架不住了 你哪弄都废坏 你就赶紧来吧好不好 喂 麦小龙 上次你们两个可真行啊 有你们这么耍人的吗 婷婷 真对不起 我上次我师父出了点事 所以我 是不是你师父的事 比我和雨昕都重要 对不对 不是那个意思 丁丁 那 那你说怎么办 反正我们现在在新村酒家 你自己看着办吧 来 来 老这么凶是恶煞的 又要谁敢娶你啊 我又没说一定要假啊 丁丁小姐就是侠女风范 这快人快语 对我们小龙这个闷葫芦太好使了 你们知道吗 我们对你的那个良知 就天天这么跟她说话 哎 治得服服帖帖的 雨昕 你知道的 我最恨别人耍我 谁要是耍我 我一定有仇必报 我明白了 这样 今天我以茶代酒 自罚一杯 一杯够吗 一杯够 够吧 够吗 肯定不够啊 这样 我自罚一壶 我豁出去了 我豁出去了 有个人 你猜à 你借过我 你还去 你准备了 让我来 准备了 那辆都是在 不平手 你愿意 这个天哪 你好 尚老板 吃饭啊 今儿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公司加班 我差点忙可能过去了 嗨 哎呀 丁丁啊 你这么敬业 我真是很感动 不过 不管怎么着 你也应该出来凑凑气 放坏脑子 你说 是不是别太辛苦了 蔡总 这一方岗问题 麻烦你过来看看 邵老板 你听 是忙我那批货呢 不着急 慢慢来 那怎么行啊 我们得按合同办事 不能畏约啊 不好意思啊 下次再请您吃饭 再见啊 再见 邵老板 怎么了 看着脸色有点不太高兴了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就是 那个美女不见不着 老板 他车在这儿 人肯定在这儿 你谁啊 不认识你吗 滚 吓着了 开玩笑啊 玩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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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废 sel 曼联装 room 得ppa pneum 极一 做生意 我是外行 不懂 但是哥哥你绝对是内行 兄弟的意思呢 就是以后你有什么项目 你带着弟弟一起玩 赚多赚少无所谓 只要别给我叔叔那点本给亏没了 就可以了 我现在手上还真有一个项目 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利润大吗 那是一本万里 做就得做这种生意 张老板 谈谈这个项目吧 好啊 你们要急吗 是老板 我去趟洗手间 你们慢聊 是小麦警官 来 麦警官 见见见见 我再找个人我就不去 呦 麦警官 来来来来 坐这儿喝一杯 唐助理 搬把椅子 不好意思 赵老板 我还有事儿 先走了 慢点 你瞧 你还有个同学在这儿呢 童乐 麦小龙 不大人 我家是老板 的 你还没建议 你还没有建议 看起来 看起来 这样一切 你会麻烦 你改了 我家的 支持你们 那下楼 你怎么总是在 最不恰当的时候出现 那么 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知不知道 你毁了我一大笔生意 生意 我家里什么条件你知道 现在我叔叔有钱了 他给我一笔钱 让我做生意 我可以改变家里的生活条件 这是个机会 你知不知道一个机会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 穷小子来说有多重要 难道为了这个机会 你就放弃了自己当警察的梦想吗 李小时说给你这种傻小子听的 事实是 我是家里的长子 为了跟我念完大学 我的妹妹初中没念完就辍学了 你知道每次我看着她 我那种愧疚的感觉吗 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滋味吗 事实是我叔叔现在愿意帮我 给我一笔钱 让我做生意 今天下午他给我打了第一笔款 知道多钱吗 你签了一千万呢 什么概念 就是说我干十位子警察 我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知道你家里困难 可人不能只为了钱活着 为了什么活着 为了理想 你别跟我说那些冠冕探皇的话 你当警察 把你的第一个师父害得被捅死了 第二个师父又差一点被捅死了 这说明什么 麦小龙 你就是个扫把星 以后你给我离我远一点 扫把星你打我 是扫把星 是扫把星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丁丁 是 真是巧啊 尚老板 对啊 太巧了 你刚才不是还说 在公司里做衣服呢 这么快就跑到这儿吃饭来了 我带我的模特出来吃点东西 我不是大模特啊 我不是大模特啊 你们俩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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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给我放手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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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我 放手 打得真好 我这是怎么呢 竟然和我最好的兄弟大大出手 还让这些外人开笑 还让这些外人开笑 童朗 你还是我兄弟吗 小远 饭学才抓住好几天了 打算什么时候再提醒他 最近不行 据我观察 这小子是个死硬派 想让他出卖他两个哥哥 难 如果我们抓不到他的死血 就很难撬开他的嘴 别说那么多了 只说你打算怎么办吧 他这个当兄弟的 对两个哥哥那么仗义 两个哥哥绝对不被袖手旁观 我等的就是他们这俩哥哥的反应 我已经接到线报 说饭学我和尹珍珍 在聚福路附近出现过 我就准备去蹲守 守住带动 这个办法很笨 但是 在没有明确的线索之前 这个笨办法 还是有效果 这次扎饭学财 我们动用了其他兄弟单位来帮忙 动静太大 效果不好 这种方式以后要斟酌 朗志 聚福路上有几家商业银行 门口都安装了摄像头 要是用摄像头监控饭学我跟尹珍珍的话 可以减少不少警力呢 你用脑子想一想 饭学我和尹珍珍现在是过街老鼠 他们在一个地方能待多久 等你发现了派人过街 早没影了 如果全市的摄像头可以联网 对全市实施监控 只要他们敢出现 有一台摄像头监控到他们 他们就跑不了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我在外国的电影里 就经常看到这样的情节 好主意 大白天你做什么梦呢 小队 这真不是在做梦 现在国外有很多国家的城市 都有这个全城联网的视频监控网络 那些警察 只要往监控室里面这么一坐 啪啪啪啪 视频这么一开 喝着咖啡 开着空调 就能对全城的警情了如指掌 吹空调喝咖啡 我看你们这帮人就是想偷懒 就是怕吃苦 小大队 以前我出勤的时候 哪一次偷过懒 以前没有不见的以后没有 你告诉我 外国那些东西能搬到咱们越海吗 小队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 做出一套适合我们的方案 这没什么难的呀 好 就算你们都说的对 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 要想把整个越海都装上摄像头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工程 需要多少钱 有没有必要的技术支持 就算这些都想到了 那资金从哪里来 市局会同不同意 至少我们可以试一试 要照你这么说 那以后咱们警察 就办公室里上班破案 就跟那个写字楼上班族那白领一样 这还像警察吗 听到了吧 这就是老同志的意见 这不是逃避之前 这是提高工作效率 就是啊 现在高科技发展得这么快 各行各业都少不了 为什么我们警察去跟社会脱节 这不是跟社会脱节 你说那些高科技 我们哪有时间去 我们除了工作还得忙家里 不像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还有空上网聊天谈恋爱 监控并不是全部 传统的抓捕巡查还是很必要的 可是有了监控 我们就能解决了取证难的问题 这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而且我们也可以腾出来时间 多配配家人 我看这样挺好的 怕辛苦还当什么警察呀 小队 我们不是怕辛苦 我们只是想减少警力 好了 好了 这事先不要争了 放下吧 小龙 你和萧远 准备继续提审那个份决策 杨志 你饶了我吧 人家想法多 又可以随便地顶撞领导 这人我不敢带 我没想顶撞您 大家看看 这是不是顶撞 不是萧队 我 行行行行 我没有工夫跟你说 等等 老萧 小龙啊 萧大队是老同志了 有多年的办案经验 你得向他好好学 我要先琢磨一下我的监控方案 梁芝 我这一次支持麦小龙 你要是不相信 我们可以一起研究这个监控系统 我希望你能给我们一次机会 就给你们俩 不 还有我 我们三个人 梁芝 要不要我们打个赌 这是工作 又不是儿戏打什么 师姐 梁芝 您要是怕认输的话 我们不会在这些新同志面前 为难您的 梁芝 几个毛头小子叫您来判了吧 打呀 输阵不输人 我打赌他们肯定赢不了 小队 看您这架势 也是输阵不输人吧 要不算您一个 可以啊 老乡 您可想好了 别上了这几个小子的套 套我 凭他们几个 还嫩了点 张大队 您也算一个吧 我还是算了吧 我啊 听领导安排 梁芝 就等您一句话了 好 这个赌 我跟你们打定了 小五 我可告诉你啊 这事你来负责 绝对不允许给我捅任何楼子 是 放心吧 张之 你放心 我这回绝对不再给你捅楼子呢 我们一定赢 别做梦 你们输定 我们赢定了 对不对 对 师姐 你觉得咱们这个 像没有几成胜算啊 不是我们怎么知道呢 小龙 你这次可是提了个好建议啊 我也只是描述一个具体的轮廓 到底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 怎么 现在就想打退堂鼓了 是啊 这梁山上去容易 下来可就难了 什么梁山啊 梁芝这个梁山哪 别开玩笑了 虽然说你是一个计算机的高手 但是也不用这么显摆吧 师姐 你是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澎湃 这高科技对我来说是拿手好戏 但是 我就怕梁芝万一不同意咱们这个项目 咱们会不会扬白老啊 梁芝还好 肖大德才要命呢 他总觉得咱们是孩子 不管咱们有什么想法 他都觉得咱们是异想天开的 是啊 我总觉得我们的能力不够 大家先不要泄气 我们就是要在这些前辈面前 好好的露一手 用我们的事实证明 我们不仅有想象力 还有执行力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有 一起加油 一二三 加油 这么热闹 师傅 陈大队 我去报告粮食 来啊 陈大队 你怎么回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 师傅啊 师傅你这是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不走了 别仍然 你还想师傅这些出丑 出得不大呀 师傅 帅 师傅 帅 别了 别了 师傅 就是想证明给你看看 我不是懦夫 我不是透明 师傅 我错了 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英雄 永远都是我的好师傅 你们师徒才没见多久啊 就难分难舍的 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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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头回来了 快撤动 良知 还真是你回来了 我以为林孝明骗我 他们敢骗良知鬼 回来了好 回来了好 走 别别 别别 正伟呢 走走走走 老上 哎呀 韦豪这次回来 我感到很欣慰啊 吴绝 韦豪这一回来 我身上这担子立马感到轻松多了 现在还不到轻松的是我 战舰街的行动什么结果 范老三逮住了 也打草惊蛇了 想抓的其他嫌疑人逃跑了 冯江 你要记住 我们专门成立变异支队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社会治安得到根本的好转 不是抓几个犯罪嫌疑人 能给梁巧泥道的惯犯 以有力的震慑 这就是成功了 吴绝 我明白您的意思 可这些潜在的犯罪分子逃走了 站前街表面上看是安宁了 可他们逃哪儿去了呢 跑到滨海区 跑到南海区去作案 那社会治安 还是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 你想到这点了 是不是有什么新点子了 这想法啊 想法当然有了 可就是怕说出来给领导您添麻烦 敢想敢干才能进步 说说看 只要对越海的治安有益 对老百姓有益 对我就不是麻烦 好 那我就跟您说 他是这样 上 还是等麦小龙他们研究出来 我再如实您回报 又是麦小龙吗 我听说 在抓捕饭学材的行动中 麦小龙立功啊 吴局啊 这个麦小龙 简直就是踩了狗屎运了 他每次绝了 这孩子每次都能歪打正着啊 年轻人就是要鼓励 才能改进嘛 吴局 吴局 您可千万别给他提立功的事 您一跟他提立功的事 这小子的尾巴能翘到天上去 你得比你自己看着办 不过我的原则 还是要多鼓励 不要总是打击 吴局 当年我想立功的时候 您老是严要求 总是 我这都跟你学的 世代不同喽 严师不一定出高途 现在的孩子不知哪一道 特别是80后的警察 我们还是以鼓励为主 是 我会把握好分寸的 我会把握好分寸 我们今天把握好 所以我会把握好分寸 我们应该把握好分寸